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有15万磅的婴儿配方奶粉在昨天早上6点50分左右到我们休斯顿了 所以在接下来应该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些在配方奶粉方面的短缺紧绷 然后对于在monkeypox喉豆方面 休斯顿的卫生部门则说已经有第三名居民在休斯顿居民被证实患有喉豆 目前正在家里边休息 好 接着呢我们就看一下再看到其他方面的在美国的新闻 首先看一下美国的最高法院日前推翻了距里程碑异议 暴障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裁定之后 现在堕胎议题已经成为在今年11月 宾夕法尼亚州和密西根州这些关键州长的选战焦点 而由于罗素韦德裁决案遭到了推翻 Kansas州的居民在8月会投票表决是否要保障堕胎权 多台议题会在全美国和这个州长和州立法机关的选战当中 会发挥很重要的作用 民主党人的目标则是希望11月8号其中选举前 可以运用民间来对这个问题的运用一下民间的愤怒 另外呢在美国最高法院一连的做出了两大判决 先是就是裁定民众有权在公共场所吸枪 然后呢又赋予各州禁止堕胎权 反映最高法院的保守势力 也因为现今大法官有三个人 是由前美国总统川普任命 也让美国总统卸任之后 还是可以对美国的政策可以做出相当深远的影响的 好接着我们看到美国总统拜登在昨天宣布了一项 G7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计划 要为贫困国家的全球基础的建设项目 筹措大约6000亿美金 来跟中国庞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白宫在拜登宣布的这项G7计划的演说前不久就说 与G7的伙伴国一起计划在2027年之前 在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中筹措6000亿美金 接下来则看到美国总统拜登也在昨天告诉德国总理肖兹 西方必须要保持团结来因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而乌克兰的外长则呼吁G7要加强制裁俄罗斯 也要加强军援乌克兰 另外知情人士则告诉美国的媒体 美国计划最快在这个礼拜就会宣布 就是已经为乌克兰采购先进的中远程地对空飞带防御系统 目前正在七大工业国集团 在德国参加G7领袖会的美国总统拜登就在最近宣布 随着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事的持续 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还有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罗斯基也在今天会透过视讯 对美国总统拜登等G7领袖会发表演说 好 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美国纽约市 在昨天是同志骄傲游行 这是LGBTQ一个parade在昨天 但是这一个游行却很不幸的发生了踩踏的事故 警方则说数以百计的与会群众 错把放烟火的声音误认为枪声了 试图逃离现场 索性没有人伤势严重 纽约市警察局在案发之后就说 华盛顿广场公园并没有人开枪 经过调查经过确认 声响则是来自现场所释放的烟火 那么我想在现场看过烟火的朋友们都知道 那个烟火的声音隔着远远的都还是非常的强 非常的响 有很大的回音这种被死 有的时候是会被误认为这个是枪声 那么社区媒体上的影片则显示 吓坏了的民众是沿着华盛顿广场边的街道快跑 或者加快了他们的脚步 所以昨天在纽约的同治游行 爆发出了踩踏的事故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这一个意外 并没有人伤势严重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在美国的新闻之后 下边我们要和听众朋友一同关心 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报告导 国际新闻首先看到 这是NATO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在这个月会在马德里举行峰会 也就是北约峰会 地主国西班牙正在游说成员国 要更加关注来自北约南侧非洲的安全威胁 而韩国总统府也在今天表示 总统尹席瑞29号会在马德里举行的NATO峰会期间 与美国和日本领袖 举行2017年9月以来的三边会谈 这也是第一次 从2017年9月的第一次三边会谈 在一名日本的政府官员也说 三位领袖会在6月29号会谈 而在现在呢 北约也正在拟定一项新的战略构想 就是陈述北约目标和价值的战略文件 月底在这个月底 会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北约峰会上就会公布 美国总统拜登和德国总理肖兹 在G7的这一个峰会见面之后 那么也表示 在两位领袖触及了中国议题 而中国是会成为此型的普遍主题的 同时呢 美国总统拜登则在昨天说 美国和其他的七大工业国集团成员 将要禁止进口俄罗斯的黄金 这是民主国家最新意起制裁措施 期盼能够进一步的经济孤立 对乌克兰发动入侵行动的恶国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说 G7预计28号 也就是即将到来的这两天 做出正式的宣布 而德国总理肖兹 也在今年的G7的集团年度峰会 一场讨论全球经济的工作会议当中 在会后就说 随着经济成长放缓 和通货膨胀的飙升 G7各国领导人都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感到了担忧 好 下边我们再看到的 这是在俄罗斯方面了 在俄罗斯的一批公债的一些持有人 在期限过期后 还是没有收到应付的债息 使得莫斯科眼看将会出现数十年来第一次主权债务的违约 俄国货币卢布汇率在27号应声上演震荡的行情 先中错了2% 不过之后又反弹翻涨 在现在俄罗斯的债券利息支付宽限期 在目前已经到期 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 俄罗斯国际债券持有人收到利息款项 所以俄罗斯现在是濒临违约的情形了 而在俄罗斯的媒体则说 总统普丁这个礼拜会访问中亚地区国家塔吉克跟土库曼 这也是普丁下令徽军侵略乌克兰之后首次的出访行程 另外国际清算银行 昨天在年度经济报告中则提出了警讯 停滞性通货膨胀的威胁逼近全球经济 各国央行不应该让通货膨胀根深蒂固 国际清算银行也被视为是全球各央行的央行 在昨天就说各国央行必须要迅速 而且要果断地采取行动 确保通货膨胀率能够回到低档并且稳定下来 同时也要抑制对经济成长的冲击 另外在各国央行的总裁和经济学家 今天将会在葡萄牙南部举行年度会议 讨论应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加剧的通货膨胀 挑战因应知道 200名代表将会参加在里斯本的一家饭店举行的会议 受到COVID-19的影响 这场年度会议这个论坛在过去两年都是在线上开会 今年回到了实体会议了 接着我们再看到德黑兰的报道 在伊拉克总理哈德米先后访问 沙布地阿拉伯和伊朗期盼为两国破冰牵线之后 伊朗现在已经表态 愿意和沙布地阿拉伯一同重开大使馆了 而在其他方面的新闻 法国有几家大型的能源公司负责人 在昨天敦促个人和企业要立即的减少用电量 为迫在眉睫的能源危机要赶快的做好准备 而谈到了能源危机 我们也看到资金拮据的斯里兰卡 在昨天宣布要派遣部长前往俄罗斯跟卡达 设法获得廉价的石油 在斯里兰卡的政府就说 在他国内的燃油几乎已经耗尽了 好 我们在这里也看到 这个是两起意外 一起是在哥伦比亚的中部 一座斗牛场的观众看台 昨天发生了倒塌事故 造成最少六个人丧命 而且超过两百人受到重伤 在现在斗牛场中一边的三层楼高的木造观众台倒塌 所以人群因此是丧命跟受伤了 而南非则有一家夜店 离奇的21个人城市夜店当中 现在警方则朝着狂饮中毒的方向去调查 最小的年纪最轻的只有13岁 好的 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让我们在这和朋友们一同关心 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新闻 在我们中国的新闻第一个先看到 在中共今年10到11月将要举行第20次的全国代表大会 而官方统计收到超过854万则的网友建言 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在近日指示 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 请听名声 尊重名义 把党和国家工作做得更好 习近平近日针对研究吸收网友 对党的20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 做出了重要指示 强调党的20大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而网络征求意见则是全党全社会 为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种有效方式 所以这一次习近平特别指示 要认真研究 请听名声 尊重名义 而中共20大在今年秋天就要登场 公安部网安局也在今天通报 将会启动被为 就是为期半年的打击整治 网络水军的专项工作 通报说违法行动 履打不绝 破坏市场经济和社会秩序 必须进一步的阻止 在公安部网安局微信公众号通报 近三年在公安机关网安部门 一共侦办600多起网络水军相关违法行为案件 抓获了4000多名的嫌疑人 另外 在现在中国因为严苛的清零抗疫措施 冲击到中国的经济 为了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的发展 即中央推出防疫九不准之后 中国交通运输部也在今天说 为了保物流畅通不得以任何理由 对货车进行强制劝反 交通运输部服务司司长在记者会上说 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 物流保通保畅取得阶段成效 工作进入持续巩固成效 全面支撑复工达产 加快推进长效化 制度化 常态化建设的重要阶段 再来看到中国在近期 COVID-19疫情也放缓 根据媒体统计 过去一个月内 在中国超过一半的省份 发布了48项调整防疫的政策 有80%属于反宽 包括了暂停或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 各地中以安徽省放宽的政策数目是最多的 在到6月25号的一个礼拜之内 中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已经比前一周减少超过70% 各地也因此都纷纷调整自家的防疫政策了 而连锁服装店H&AM在24号关闭了它在上海的旗舰店 这也是受到2006年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第一家店 它因为新疆棉事件遭到抵制 今年再因为在上海COVID的风控冲击 现在服装店H&AM关闭了上海的旗舰店了 而中国上海市解封将近一个月之后 现在官方终于宣布29号起 辖区内没有COVID-19疫情中风险地区 仅一个礼拜内无社会面疫情的 接阵开放餐厅内用了 上海宣布6月1号起全市解封全面复工 不过餐饮业一直禁止内用 引发不少市民和业者抱怨 在现在上海由29号起 将会有条件恢复在餐饮的内用服务 再来苏州市则发布了通告 市民现在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 不再查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中国多地在21号起就放宽了防疫令 或暂停常态化核酸检测 专家则说没有风险的情况下 是没有必要执行大规模的筛解 好朋友们我们关心完了在中国的经济和疫情 来看一下其他的新闻 在北约的峰会前 在中国环球时报的社评则直指 在全球性难题日益的突出之下 西方峰会竟然将可以是重要合作伙伴的中国 视作对手让人遗憾 西方的小圈子越来越紧 也因此放大了地缘政治的敌意 所以在北约峰会的前夕 中国官媒则呛挑衅中国是都不会交好运的 另外在唐山的打人案之后 中国公安部长王小红24号上任 公安部也在日前宣布展开 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标榜要用硬拳头保护妇女等群体 产出黑恶势力 不过也宣示强化政治安全和社会面的管控 至于和香港相关的 根据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定6月30号 以及7月1号到香港出席 庆祝回归25周年大会 以及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 但是他不会在香港过夜 而是每天即日往返大陆和深圳 另外在香港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坤则强调 当前现在香港面对外部势力 轻扰的三大风险 因此期盼基本法23条得要尽快立法 好的朋友们带给大家 这是来自中国方面的新闻 德州中文台 我是霍美剑 我们在接下来焦点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接棒 继续为朋友们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的听众朋友们早安 我是中央广播电台陈子华 现在提供给您台湾今天的相关消息 经济部在下午召开 电价审议委员会 排版电价平均将调涨8.4% 有每度新台币2.6253元 增加到2.8458元 从7月开始实施 而其中住宅用户 每个月用电1000度以下的用户 小商店 以及低压用户 高压以上的6类产业 以及高中学校以下不做调整 住宅用户1001度以上 电价将调涨9% 如每个月用电量 1001度者 只有超出的1度会做调涨 另外针对高压 特高压的产业用电大户 调涨电价15% 高压用电均价从每度2.699元 调涨到3.1039元 特高压从2.2354元 调涨到2.5707元 中国时报在今天报道指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已经取代国安会副秘书长陈文正 成为了蔡英文总统 倚重的国安军事幕僚 在年底选举之后 顾立雄在内阁改组当中 是否会出任国防部长 值得密切的关注 同时报道中也指 陈文正和我驻美代表肖美琴曾经有争执 当有重要的军事议题时 陈文正有法如以往直接向蔡总统报告 对此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表示 这则报道从来没有向总统府查证 便作为头版头报道 而且报道当中充满了荒诞不实 总统府严正的谴责 也呼吁各界误以讹传讹 张东涵强调 国防部长邱国正不但接军严谨 各项的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军事建案 也如期如值的推动 而且各项的国防改革计划 也都在落实执行当中 另外邱国正对于国际以及区域军事局势分析 研判精准 对于协助蔡总统以及国安团队的重大决策 具有重大的贡献 蔡总统非常肯定邱国正的表现 没有异动国防部长的打算 同时张东涵也表示 萧美琴和陈文正曾未有过任何的争执 报道称陈文正不能直接向蔡总统报告 也并非事实 事实上陈文正皆有参与蔡总统的定期军事会谈 或各项的军事专案会议 也本于职责必须向蔡总统报告 张端涵并且表示 近来部分的媒体不断炒作国安会以及国防部的关系 这种炒作毫无意义 也其心可意 国安会和国防部皆是国安团队的重要分子 一个团队一个目标皆是以提升国防战力 强化国家安全为目标共同努力 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这类企图打击军心士气的议策以及传闻因适可而止 在各方积极的努力之下 欧洲地区支持台湾国际参与声量是持续的不断 包括欧洲议会、德国、英国、丹麦、卢森堡、捷克参议院 以及众议院外委会 斯洛伐克国会的外交、卫生、欧洲事务等三个委员会 以及意大利众议院外委会 在今年以来至少已经通过了12个声援台湾国际参与的决议案 或者是冬议案 而且多得到了跨党派的高度力挺 外交部再次的强调 台湾与欧洲理念相近国家共享价值 将在既有密切友好的基础上深化合作 以及强化民主任性 持续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 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说 我们会积极跟欧盟、会员国 以及他们区域内的理念相近的伙伴来深化合作 我们也会在既有的密切友好基础之上 来深化合作跟强化民主任性 而值得注意的是 欧盟与印太地区之安全挑战报告案 还博会了中国企图将恶乌战争 与台湾安全局势相提闭论的宣传 更将台湾视为欧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伙伴 与民主盟友 敦促欧盟与台湾在多元议题加强交流合作 副总统赖清德因为追尖盘突出 在昨天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进行了腰椎显微手术 总统府发言人张敦寒在今天表示 经过北荣医疗团队的完整检查 带清德手术之后恢复状况良好 已经在今天下午的1点30分出院 而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神经外科医师陈淑梅表示 追尖盘突出有三大发生原因 主要发生原因有几大像 一个就是长期知识不良负重 就是比如说有人工作知识的关系 那另外一个就是年纪大 然后最尖盘它的退化老化这样子 那另外一个可能是外伤 受伤那个外力传到里面 然后造成疾压这样子 而治疗的方式陈淑梅表示 一般会鼓励病人进行长期复健 训练核心肌群避免恶化 如果已经是追尖盘突出之后期 压迫神经有明显的神经穴状况 包括有酸麻痛发冷无力等等 就可以考虑进行轻入式的手术 以减压为主 切除突出的压迫源 新北市政府规划在四年内 投入新台币20亿元的经费 发展智慧校园 市长侯友宜今天到鼎西国小参加 未来智慧学校起航仪式 宣布从新学年度开始 新北校务云将由原本的国中小 延伸到幼儿园以及高中职都可以使用 在新北校园通APP首创的 高中职打卡上下学系统 也将在下学期开学之后启用 学生不用再排队刷卡入校 家长也能够掌握孩子初缺勤的状况 新北校园通APP功能广泛 还提供了缴学费 查询课表 学业成绩 缺况以及奖程的记录 社团活动 学习历程 以及教育放送台等功能 侯友宜说 让学校都能够由校园通APP高中职 可以上下学打卡 以及在各项事务里面 都是用智慧化来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效率 另外新北市教育局将协助各校 全面的推动智慧教师培训研习 在今年预计培训9000人以上 预计在113学年度 让全新北市三位名的教师都通过认证 老师可以在高速网络之下 进行云端以及多评智慧教学 服依亲师生平台和校园通APP 让教学更为精彩 接下来我们关心疫情方面的消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在今公布的国内新增 28489例本土个案 以及91例的境外移入 本土个案较前一天减少了28% 另外确诊肝当中新增91例的死亡 5岁以下幼儿能否接种COVID-19疫苗 是备受关注 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 预防接种组ACIP在今天开会决议 6个月到5岁幼儿可打莫德纳 两季间隔4周以上 5到11岁的儿童则可以间隔5个月 施打第三季 此外也开放边境方言源接种第四季 由桃园市立美术馆主办的 桃园国际艺术奖 以鼓励当代艺术的实验 以及创新为宗旨 不限国籍个人或者是团体 都可以报名参赛 由于转型之后 第一届的办理成果灼然 在今年是获得了桃园市政府的支持 总奖金全面提高 首奖奖金更提高到60万元 而这届初选国际评审团更是星光折折 由桃园市立美术馆馆长刘俊兰担任召集人 力邀罗马21世纪美术馆艺术总监侯汉如 法国庞弊度艺术中心首席策展人克里斯廷尼马赛 香港Parasite艺术空间执行总监兼策展人康泽民 以及独立策展人高森信南加入评审的阵容 而四月开放全球争鉴 吸引了62个国家的参赛者热烈响应 超过687组的艺术家养月头剑 初选入围名单在27号正式的揭晓 共有15件入围初选 创作者分别来自于台湾、香港、中国、叙利亚、法国、美国、巴西、阿根廷、秘鲁 评审之一的高森信南说 我们都看到了竞争本奖项的一个创作者 他们用多元的一个迷彩以及全球化的一个视觉语言 来表现出具备国际展览水准的一个作品 但我们也发现这些年轻艺术家 他们也不忘深化本地议题 不忘关心环境变迁 以及致力于开发属于艺术家个人的一个风格 以及美学上的一个独特语会 那评审团一致非常期待2023年的一个复审展览 以上就是今天台湾的相关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主持人